大家好,我是國二十二班,我是廖維琴,然後楊哲剛,還有張維博 然後我們客家的主題是鯉 然後鯉的遊戲是多片錢有趣的 然後鯉這個遊戲呢,據說是來自於中國 他經由被販賣到美中的奴公而傳到了美中 最原始的遊戲呢,是用銅板來玩 將十二枚銅板分別排成三推,分別是三四五 然後兩個人輪流拿銅板,拿到最後一個銅板的人就輸了 或者就贏了,就是要看怎麼決定的 然後就是像這樣,這樣的排法 然後我們會想要研究鯉這個主題呢 是因為我們的,藉由老師的介紹 我們認識了鯉這個遊戲 並發現了,鯉這項遊戲呢 只要掌握其中最佳點以及 最佳點,也就是必勝點 就可以掌握這場遊戲的走向,並且能合理 那我們對此並不滿足 我們希望可以深入的研究 然後利用AI來,就是利用AI 然後做出一個可以 可以跟人玩遊戲,並且贏人類的程式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找出最佳解 然後用電腦寫出程式 可以計算,自己自動計算最佳解 然後讓AI可以與玩家 增進一點點遊戲,並贏得勝利 然後讓楊澤剛來了講解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數據 就是在一顆石頭的情況下 先手必勝 在兩顆,我們的規則是 拿取最後一顆的勝利 然後兩顆石頭的情況 不屬於必勝或必敗 他的勝或敗取決於先手 先手拿二便是先手勝利 先手拿一便是後手勝利 而三顆石頭也是 不屬於必敗必勝 而四顆石頭則是後手的必勝點 因為 因為就是 影響勝敗的關鍵在於先 在於後手 不管先手怎麼樣的 拿取多少石頭 那麼後手都將贏得勝利 然後五顆石頭也是 不屬於必勝必敗 然後經由這個數據呢 我們 就是了解 就是 對他的最佳點 也就是必勝點 就是 四的倍數 只要你保持你拿取的數 在四的倍數 那麼 你就可以 贏得這個遊戲 然後由楊澤剛來講解 就是 一開始我們用很簡單的很基礎 有貨圈圈 我們把 我們把零和一這些基因 水肌鐵路基因串中 然後 關於我們的適應值這一點 我們還沒有想出來 然後 現在一點交配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會 我們會根據適應值的大小 我們要把基因複製至照配時鐘 然後 隨機取得 照配的點 然後 開始進行照配 然後照配完後 我們還會 進行突變 為了使基因有更多的可能 也為了不讓整個全體摔在照配 而逐漸走遍 所以我們會 隨機挑選一個紙袋 然後 比例是 10% 將基因列上的 某個點改變數值 然後 關於我們的紙袋 就是 我們突變出來 交配突變出來的第一個紙袋 當然還不夠完整 所以我們會這樣 這些虎袋的輸出是文字檔 然後 把紙袋覆蓋 那樣虎袋的質量 如此繼續下去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 逼漸點算出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 所以我們會這樣 然後 然後 在計算 這個 最初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到了幾個病 第一個是 中國的聖病 也有叫 韓信點兵 或者是 鬼谷蒜 而在這個 中國聖禮定理當中 我們 用到的 童魚的概念 童魚的意思就是 有兩個數 然後 當他們處理 同一個數的時候 會得到相同的數 就 等三來兩來 那我們 我們 給另一個 什麼數 是N 那我們說 兩個數 你們沒有說到的東西 有 這很重要 你們 要講一個東西 跟現實的特程 有什麼連結 你們都沒有提到 你們 這個是沒有得不到的 根數 我們說 如果這兩個數 A B 是 除以N之後 同語的話 那我們用符號 A等於B 莫的N來代表 就 一般來說 把它 解釋成 函數的方法 就是 A等於B 加於AN 那 這些符號都是等數 所以 13 會等於1 莫的6 也就是13除以6 餘數會得到1 然後 1除以6 餘數也會得到1 所以這兩個是 同一個餘數 我們就假設 X 是一個位置數 然後 除以3 除以5 跟7 之後的餘數 會不會有R1 R2 跟R3 所以 會得到 X等於R1 Mod3 X等於R2 Mod5 X等於R3 Mod4 而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 70 它會等於5 X7 X2 所以會等於1 莫的3 等於0 莫的5 跟0 莫的7 也就是70 可以被5等處 可以被7等處 能不能用你的程式來解釋 這些 不要講廢話 講東西 使用你的程式解釋 中國正義 不要去講別人中國正義 然後 這個是某個版主的東西 講版主的東西 幹嘛 它換起來了嗎 反正 把它轉成你的程式講 看看 我們要去看 這個 沒有 是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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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睡著了 好 我快睡著了 你好 舒逆 我摸摸 我摸摸 快睡著了 好 再來 這個事情 在今天報告的過程當中 兩方面都有好的東西 不過有個問題 你記得你用任何的理論 不要去講別人的理論講太多 而是那個理論你在你的實驗 你的過程當中用了多少 永遠記住這件事情 一定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肚子好壞關鍵在 你在用理論的過程當中 你理論怎麼用這些事情 再來注意評分 它的評分是這個樣子的一個東西 跟課程的相關性 請問你他們做的東西 跟中國剩餘地有沒有關係 有絕對的關係 如果只能拿兩顆 三顆 五顆 以這個例子來講 能拿兩顆 三顆 五顆 就是遊戲裡面設定的東西 如果你來得起的話 你就直接用你的二三五去找遊戲 它的所謂的避正點 一定跟二三五這件比數 有絕對的關係 你要把中國剩餘地 你的遊戲設定 你在考慮的過程當中 這個就要拿進來 這個基本上 跟課程相關 你就可以拿到滿分 再來 有一個東西叫做相處性 相處性 它的第一個禮拜 就是相處性 相處性就是 你跟你周遭的東西 有沒有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想辦法 去說一個故事 你們周遭發生什麼事情 減到了什麼之類 那相處性很簡單 以前不是有個卡通 叫做小威 對不對 真的啊 就是小威啊 那不就是 對 誰還講英雄 你記得 它是相處性喔 為什麼相處性 那是你 那是你 其他也不要假話 它是你 你特別自己 它是你生活的部分 我不管它是你年代 或是你曾經看過 那是你電視所看到的 它的故事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個 就是怎樣 就是有一個商人 到一個市集裡面 他們放了好多保物 然後他們 這個保物 他們只要怎樣 一人只要 他們要來玩的話 就是假設 拿那個十個硬幣 就是當地的十個硬幣來玩 如果你 怎樣 如果你能拿走最後一個的話 那這邊都是你的 可是 發現這件事情怎樣 這個 這個老闆太厲害了 不管怎麼玩 怎麼玩 都怎樣 都輸 都怎樣 都可以 簡單講就是 參加人永遠都輸 那有一個小孩 厲害 那個人叫做小威 OK 他說怎樣 他多多的怎樣 就把一個 都怎樣 多多的放一個東西進去 之後發現怎樣 遊戲規則 這個威術都怎樣 全部改變了 他過過這樣的遊戲過程當中怎樣 說的事情 遊戲變了 請你講東西 不要去講那些無聊的事情 請你講故事 好聽一點點 所以剛才請你重新講這個故事 所以 要深夜重新講這個故事 請你故事 請你生動 不要硬發發生電信文字 更糟糕的 更糟糕的 看見有什麼意思 唸一個人 這個同語就是什麼 然後有同語的 然後有同語的 又有的背著 我們一跟四 背三組 一跟四是同語 在哪 七也是他的同語 我背這些東西要幹嘛 你明明就知道 你上漢部最不喜歡 聽到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為什麼不出現故事 請你放故事講好 花點時間去講故事 故事 你記得 你一個東西 寫上去 人家看見它 就是要看 花點時間 就是這些 OK 好嗎 再來 再來 一樣 分享一下 來 竹志文 從他們聽到的東西 給你意見過來 當然 給他們一點意見 來 你們先從他們 先給他們一點讚美 你好棒啊 他提到你本事的 就是他們有利用到 Scratch 然後有 就是有利用到 Scratch 然後簡化了很多 步驟 然後就是 這點是我們沒有想到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的城市 就是 他們的城市完整性很高 然後 就是 這個部分我們也沒有做得上他們那麼好 對 對 真的 他們沒有講完 他們知道 真的 他們拿刪除掉 沒有 那是一條 沒有 對 真的 他們沒有講完 他們不知道你們知道 他們拿刪除掉 沒有 那是一條 對 我 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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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因為 是 好 你 我 有 是 我 那是 我 我 我 一 就是 你 我 那是 我發現沒有什麼東西成功 呵呵呵 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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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來感动的 你用在联伙г 像这个 你说莫非怎么会输啊 你看殿 sint 下課要做事啦 gegen dich 下課是要做事 下課是不來的 下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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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